小伙一个不慎被闪电雕咬了一口 本想发怒不曾想呼地发现自己全身一麻无法动弹 就在段玉倒地不起不知所措之际 这时从旁跳出一只四蛤非蛤的漂亮毒物 五彩斑斓的色彩暗示其有着致命的毒性 正是号称百毒之王的芒谷诸蛤 不知天高地厚的闪电雕见芒谷诸蛤气势非凡 当即就要和他一较高下 不曾想却被一招秒杀 就在芒谷诸蛤啃食闪电雕的毒囊时 又见一只倒霉的千足蜈蜈蚣从旁路过 蜈蚣深知自己不是芒谷诸蛤的对手 赶忙就要撒腿狂逃 最终一不小心竟然跑进了段玉的嘴里 可即便这样依旧没能让芒谷诸蛤就此罢休 很快就跟着蜈蚣的脚步追进了段玉的嘴里 段玉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拥有了百毒不侵的能力 可恢复自由的他此时只感觉恶心无比 当即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将腹中的两大毒物排出体外 然而段玉整了半天不仅没能如愿 反而一不小心脚底一滑跌落了万丈悬崖 谁曾想悬崖下方竟然有一方水潭 段玉因此毫发无损 只是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正所谓主角坠崖不死必有其遇 段玉跌跌撞撞地爬上岸边后 忽地发现不远处的石壁上有一个不怎么隐蔽的洞口 反正闲着也是无事 于是段玉揣着好奇心慢慢地走了进去 很快就发现小小的洞口里面竟然别有洞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段玉不慌不忙地向着洞内深处探索 最终段玉来到了一处石门前方 他见四处无人就准备进门看看 起初他略微用力根本就无法推开石门 不曾想后来用力过猛直接摔得十分狼狈 可即便如此段玉依旧没有失了礼貌 在家段玉擅装贵府还望主人恕罪 对不起对不起了 然而空荡荡的洞府之内安静无比 段玉抬头一看不像有人的样子 当即起身开始对着洞内的一切进行观察 看着洞内一应俱全的生活物品 很明显这里曾经有人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只是如今主人离去 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堆满了厚厚的尘埃 看着眼前梳洗打扮的物品 段玉猜测这里以前的主人是一个女人 只是不知何事让她如此伤心 竟然选择离开了此地 想到这里段玉只感觉好生惋惜 又觉得自己就算死也应该死在外面的河里 以免来日有人来到此地误以为自己的尸骨就是曾经的女主人 那岂不是凭空玷污了主人的清白 想到这里段玉当即就要离去 不曾想离开时随意一撇却发现角落的位置还有一道微微打开的暗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段玉走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尊美女石像 一时间段玉只感觉自己遇见了神仙姐姐 并怀着崇敬的心情慢慢走到了石像跟前 段玉不愧是天龙第二深情 竟然可以和一个石像有说有笑 一会儿问神仙姐姐叫什么名字 一会儿又问对方的年龄多大 最终更是厚着脸皮询问神仙姐姐身高体重以及三位多少 可石像哪里会说话 于是段玉开始肆无忌惮地观看石像每个部位 一不小心竟然看到了石像脚底板上的留言 叩手牵便攻我去侧 如此莫名其妙的要求 换作攻城兔掉头就走 不曾想段玉这个二傻子直接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开始磕头 一个时辰过后晕头转向的段玉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时他呼地发现了眼前神仙姐姐留下的礼物 打开一看正是逍遥派的两大天接技能 分别是北明神宫和凌波威布 北明神宫学会后可以瞬间抽光敌人一管子来 化作北明真气为自己所用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凌波威布学会后不仅跑路速度遥遥领先 用在如今送外卖也能三年上百万 可神仙姐姐却要求段玉学成后要杀光逍遥派弟子 这让段玉万万不可能接受 于是他并未急着修炼 而是告别神仙姐姐后就要去寻找慕婉青 不曾想刚一出门就落入了无量剑派左子慕手中 最终被关在了无量剑宫 既然无法逃脱 段玉只得开始学习神仙姐姐送给自己的两大天阶技能 然后趁着来人不备 以疾风之士逃走 看守之人本想阻止 却是被北明神宫死死吸住 不消片刻就被段玉吸光了内力 最后段玉更是驾驭北明神宫绕开了左子慕 成功逃离了无量剑派